云门五集40周年作品《稻荷》 今天回到了孕育创作灵感的台东演出 还邀请了台东孩子一起来欣赏 加上景致结合艺术的美 台东县池上香的金黄道浪美景 将随着云门五集40周年纪念作品《稻荷》的脚步 热上国际舞台 云门五集艺术总监林怀明透露 已经和八个国家签约巡回演出 池上也会被世界看到 稻荷孕育自池上美景 林怀明对台东籍池上自然有份不一样的情感 这次稻荷巡演到台东 林怀明特别安排第一场是工艺场 让偏乡孩子有机会欣赏到家乡景致结合艺术的另一种美 在演出前 他提起去年11月池上艺术节时 云门在雨中演出的感动 还特别感谢池上国中学生的帮忙 也表达出云门与池上特有的革命情感 去年底云门获得芝加哥阿法五的基金会 捐赠500万美元 林怀明透露刚确定时睡觉睡得比较好 但收到钱之后反而感觉到一定要做好压力 睡不着觉 他希望云门不辜负国际及台湾捐款者的善意 要把事情做好 未来40年为社会做出贡献 联合报李慧君台东报导